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 Akiyo & Mia Channel 我是Akiyo 我是Mia 今天来到关于你的最后一集了 so 下一季呢 大家要期待 也是很快要出来了 那么我们下一季请到来的嘉宾都是 跟这一季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可是还是人啊对吧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嘉宾是谁呢 我们非常荣幸 我们在最后一集邀请到 Angel来我们的频道 耶 欢迎Angel 第一道问题就是呢 因为最近Angel做的影片都非常好的回响 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看你的影片 因为非常的真实 而且非常的学到东西 然后因为其实过往看你的Instagram 或者你一直以来做的东西 你会比较installing 或者一些比较美妆啊 美妆啊 旅行的 而是关于爱情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一些消息 因为我觉得我首先做的东西是 我不会做我不知性的东西 因为我个人觉得 Fashion跟Styling是因为我参加了Mr.Astro过后 Team groom我become like that 所以我连去拍audition的照片啊 或者是去见Jargest的啊 就是应该要把最好的那一面放出来 我连墙上没有画眼线也没有画 因为我不会画 真的啦 真的 从来我每次画眼线是有断断续续这样的 所以我是因为Mr.Astro在六年前 他们 groom我说 How to carry yourself in front of the public 在这个过程中 讲一讲去我一直有六年的经验 所以我不觉得我是一个guru要教人家 哈哈哈哈 所以我会觉得 当你要教人家的时候 你必须要很master这个skill 我也是在抖音刷人家 怎样穿我怎样穿我 所以我不很confident 所以我有其实在想 要开拓一个路线 我应该要走这样的角度 which I still exploring啦 所以我会看我在MCA 我感觉去教人家竹材 我都会没有教人家穿衣 其实你觉得男朋友 他自己是准备好结婚的吗 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有吵过几次架 真的吗 真的 可以多吗这个 还有没关系 我个人觉得叻 应该不是我不是她的老婆对象吧 只是我觉得她是 因为她刚刚出来创业 她想要把多余的钱 我讲一句现实的话 结婚是需要用钱的 对对 所以我就发现到 我们两个人可能在讨论上面 可能她会觉得说 我想要再花多一点时间跟金钱 再发展我的事业 rather than 去赶快谈恨论嫁 哦 我明白 可能她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可以 就是很娶你 因为她想要自己变到更厉害的时候 再娶你这样子 可是你自己的想法是觉得你不介意 我就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去 给到我自己要的婚礼 或者是我想要买的物资 谁会哄回谁 对对 哇 真的吗 她看到这段还不爽 我会哄回她 所以你在哄她的时候 她是特别好哄吗 还是 因为其实我跟她关系是从一个病人 我是她的病人 是不是很Gorea drama 是我的好朋友 带我去见她 因为我滑雪 就是受伤 受伤 弄到腰 一致都不能很好 所以我跟我讲 我介绍一个真骨的给你 我不要 因为我很相信医学人 我不要给人家这样动我的脊椎 没有这个很好的 是带的 听到带的 然后我就去 然后去那边看 然后我就 嗯 你现在还好 哈哈哈 然后我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交集 那时候没有什么交集 然后过去就在Event 在遇到回对方 那时候我朋友就放我飞机 我就孤独站在Event里面 就看到她 就跟她聊天 所以我就找她来Kill Time 然后就这样跟她聊天 就从那边就开始 发展了女朋友 偶尔会出来喝咖啡 类似这样子 她做了我朋友差不多两年 她在追我的 那我们呢 通常就是看到Angelo的照片 就是很positiv 很开心的 那我相信人都是有情绪化的时候 那你是怎样去解压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是有情绪 但我个人觉得我越来越老 我发现到我比较 会控制我的负面观点 当你要有情绪来的时候 你一定是不好的东西 trigger到你 对 所以我发现到我自己讲一句老实话 可能那东西我已经想到它不好 一开始就不要想到不好的 可是你要怎样去控制自己不去向 我觉得我会看很多书的人 我会买比较属于 motivation一点的 novel 然后过后现在是因为很多 都没有出书了嘛 就会很多那种articles啊 一些文章啊 然后我会去关注这些东西的 然后从网络上面看到 然后看别人的一些example 我就从那边去深入的思考 这样你是其实是近这几年来 才有这样子改变吗 我觉得我这五年的人生中是我 最rolocoaster的那个五年 我毕业之后我做过很多个不同的生意 我认识过很多不同的男人 交过很多不同的朋友 很多人觉得说 可能这五年你已经是沉淀了 可能你的朋友 可能那十年的朋友 这五年的朋友都已经是 那一个朋友了 我的人是一个 不喜欢太善于改变 in my private 的 life 的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能控制的 第一次来到KLJ的时候 就是去选 Miss Astro的时候 又是新的 所以变成来了这个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已经有他们已经 long term 的朋友 所以我就发现到 真心情的我很难去 apply 在我的life that moment 知道吗 就认识的朋友 全部都是很有戒心 然而 那个时候的我就会 难去知道 Malaysia那时候 潮流的潮雨是什么啊 啊 类似这种 就我很难去融合啊 就是 那个时候我一发现到 我自己又很 很mystery的人一下的 所以我就会把我自己 关起来这样 这样你自己本身现在有自己吧 有吗有一个吗 有一个吗 蛤有啦有啦 有超贵一个啦 有没有惨 你要先人家对你打开心房 还是逆先打开心房 我觉得我是先打开人 我不介意说亮话的人 我不会说什么东西 像heathen还是怎样 可是只要是我ok的topic 我会open的去讲 你有试过就是 从别人耳朵听到 人家讲angel angel 怎么样 太多了吧 那每一天就在刷Instagram 都算名在讲我 真的吗 选美到现在没有什么 Dashwood啦 没有什么都算名的 这一开始我开始做影片 所以就有了 他们算名是我 我看不到脸的 因为他们自己都心知肚明 不应该这样骂 我觉得是第一点啦 第二点我可能觉得 他们算名的出发点都是 没有什么重点在讲你 就是可能批评你的容貌 或者批评你的身材 据大家所知啦 你看到现实动态 就知道他是个非常忙碌的人 然后我想要问看 你是如何安排你的行程 你要讲blast行程 我觉得我不是很厉害 可是我个人觉得 我对时间的观点 是蛮耳乐的人 想知道你半夜都在干嘛 为什么你只睡4个小时 这个是重点哦 ok我的人哦 我不知道这种 我应该是晚上畜生的关系 我发现到我晚上 头脑比较灵光的人 所以我很喜欢在网上动脑 比较有那个什么 灵感 对对对 就是我可能看proposal 我写proposal whatever啦 我发现我晚上比较能够 工作比较有那个 那个mobivation 只是我觉得 我需要这样的状态 我才能 perform好诶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 下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不当药技师 你觉得你自己会是做什么呢 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想要人生留遗憾 所以你看我到做医师 做网红 做youtuber 然后又开生意 对对 所以这东西没有一个定数 因为我好像其实都一直在 分身发速 做着不同的业务 所以如果我不是做这个 我会继续读书 所以我会继续读书 我可能会教书 教书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教人家 应该人家有一个理解吧 这样其实你自己本身 如果现在来讲你最想要挑战的是什么 很浮夸的哦 可以说 我实在讲说我觉得我自己很 肤浅 比如说可能就是你的back account 已经有存了一笔钱 那时候我要去实现 我想要的一个 business 然后从那个方面 我要怎样去拉拢 investor 所以把你的gold变成比较 难听是有一点 肤浅 那就把它换成 numbers 对 所以我就发现到我现在的gold 是比较类似 比较more numbers一点 然后就是我的户口 一定要有这个舒服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 OK我这个时候 我要换这辆车 比如说两次400千 你要越入多少钱 或者你收入有多少钱 你猜in order可以买到这个了 所以我发现到把这个东西 breakdown成 achievable的rate跟step 你会发现到你比较容易achieve 而且你容易有满足感 我会把这些东西 比较实际化的写下来 然后当你achieve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诶 这个东西是一个开心的东西 那比如说OK 我想要一个月伸出两个video 可是不要把那个video 放在多少个number去看 我其实做video 因为我没有去想过 我要给多个人看 你知道吗 因为我发现到 我只是想要去inspire people 当你把重点放在inspire 比如说一个video 我要inspire人家八个point 可是你只懂两个 所以你要读多一点书咯 你就看多一点东西 看别人的故事 然后你把它编写成你的content 那你就写出去 所以人家看你的video 还有八个point哦 我喜欢它 我share它 我就发现我从这里 可以很快速的 在一个平台上面 能够influence出去 就是用这种point 我不会想 OK我要做一个video 只有100千个人看 可以啊 脱衣 这可以哦 或者是你去prank 人prank也prank 去搞不好有哦 可是我就说我不要 我想讲的就是 马来西亚的youtuber 其实缺乏 真的是缺乏 像你这类型的youtuber 没有啦不敢当 i mean like 真的是很多人喜欢做content like ok啦 100k的view是真的是可以赚钱 但是有没有知识 有没有教育性 这个东西 这种题材是马来西亚还蛮缺乏的 对我觉得 所以我是很赞成你的这个讲法 你不付钱啊 我觉得这个numbers的东西哦 我自己也是会给自己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会耶 比如说在pharmacy 我们在英国的时候 我们有给commission 一定的 这东西 come out be real啦 你卖supplement那些一定会有的 所以没良心的 就不适合你就硬卖哦 对对 说眼睛有点干涩 吃这个都其实它不需要 对 所以一定会有这种commission based的 然后我可能就是 in order要在我这个领域 赚赚多一点 可是我不要用commission based的话 有其他的方式没有 可能我们就是 问一次 我们在那时候我的 我的那个腰行 还是有这样的 比较叫medicine use review 可能你问一次 就是药行有赚25块 嗯 government queue给他25块 所以25块分到你这边 可能是一点多巴仙 就两胖多这样子哦 哦 所以我就会去很努力问哦 诶你这个药怎样啊 我一个礼拜后打给你啊 哈啰又是我 你吃这个蛋糕全药好不好 so 我会把那个 很多人会讲说 ok 类似这样放啊 两年后 我想要成为area manager area manager是什么 就是 你要有很多很好的业绩 对 所以你把那个业绩弄成 可能有一天我看 五个medicine use review 嗯 可能我尽量卖一个产品 给真正需要的人 嗯 可能我这样breakdown的话 一个业内我搞不好 就可以去到这样的业绩 嗯 so in order to 去空想啊 嗯 你真的是要plan 如果我发现我这样子plan下来 他就很容易去到我要去的地方 这样我也是要像你这样子 用你的方式去plan一下 然后就可以转到那一时去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我不会去想这种东西的哦 嗯 我是一个可以算是没有planning的人 好啦 我们现在要进行快问快答 第一个问题 最喜欢的国家 英国 最喜欢的食物 火锅 最喜欢的颜色 粉紫色 最喜欢的偶像 瓜瓶操 哈哈哈哈 最喜欢的YouTuber 阿 他有更衣啊 哈哈哈哈 你都会做什么 才会做什么 最喜欢的人 最喜欢那个人 爸爸 哦 哎不是Daniel 最讨厌的东西 我讨厌酸民哦 哈哈哈哈 最讨厌的事情 最讨厌的事情啊 讲到做不到 嗯 就是什么事情 就是你跟我讲 然后你做不到 我们最后 最后最后一道问题 是假设性问题 假如你的另一半 只能给你选择 这样子的外表 嗯 你会怎样选择 鱼头人身 还是 人头鱼身 人头鱼身哦 为什么 说是 人 主要是鱼头人身 好声哦 哈哈哈哈 你怎样好声 你怎样接我 他还是可以讲话 还是讲人话 他恶心啊 我恶心的意思 还是他有人生哦 你想一想 人神可以做毛鲜 哈哈哈哈 呃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 也要符合我心里面 那个点啊 对啊 他没有讲重点啊 所以我就会 assume他 应该也 没有很 着装啦 所以我就来自 哈哈哈哈 人头鱼身嘛 虽然一个美人鱼 还好一点 美人鱼 就是他好看 哦 摆在那边 赏心悦目 然后脾气不好看他的时候 都会顺一点 哦 OK 你会觉得你会这个问题 不会耶 其实我之前好像有看过 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对对对 那么大部分的人就是会选 呃 人头鱼身啊 好啦 我们的影片差不多就到尾声了 是的 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Angel上来我们的节目啦 自我荣幸 我们的荣幸也是 那么愿意的跟我们分享 他自己的经历 还有一些就是 他的人生观 OK 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喜欢影片的呢 记得 subscribe啦 like啦 comment啦 还有share我们的影片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追踪 Angel的Instagram 那而且他还是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 大家可以去 聊聊无极的人 对对对对 给我一点免子 对对对 大家本来是订阅 subscribe一下 好啦好啦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吧 我们下个星期二再见咯 拜拜